这两颗葡萄已经长得很茂盛了 现在给它们梳下芽 像这一颗葡萄它比较的瘦漏 所以我就留一个芽让它生长 其他的芽全部给它抹掉 这里还长出一个小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颗葡萄的话 它比较的粗壮 就可以多留几个芽 但是芽与芽之间的距离又不能太近 像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长出两个芽来 肯定是要有手其手的 这个芽已经长得这么大 明显的这个芽就不要把它掰掉 然后就是最好每隔两节有一个芽点 像这一个地方的话就非常的合适 而这个地方的话离它只有一节 而且一节这么短 所以这个芽也不要剪掉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瘦漏的芽 虽然是隔了两节 但是我感觉这个池子不是很大 留两个组织给它生长就可以了 这个芽也不要它 现在的目的就是把这两个组织给它培养状来 因为今年的话可能就不指望它结果了 等到明年的话这一些新长出来的这个状芽 就会长出这种会结果的这个芽来 所以明年的这个收成就要看我今年养的怎么样 养的越状 结的果就会越多 这个芽用村的时候 然后让你们来组织 这个芽 eben��何确定 我们在这就可以了